谈卵大师传 距今大约1500年的南北朝时代 是佛教在中国蓬勃发展的第一个高峰 很多高僧大德从印度和西域来到中国 一尾渡江的禅宗祖师达摩 即是其中最富盛名的 中国本土也是高僧辈出 影响力最大的当属净土宗祖师谈卵大师 谈卵大师 南北朝时期北魏人 出生于山西燕门 屁邻佛教圣地武台山 大师从小就听闻武台山的种种神异传说 新生向往 十四岁时便离家畅游武台 便寻先宗遗迹 不久即在佛光寺 剔度出家 大师经言四论学说和佛性毅力 造诣高深 皇帝尊称其为神卵 后来在注解大吉经时 四大不条 深感气急 于是外出求医访药 经过秦岭时 看见玉界六重天的圣经 出现在空中 皆此分明 大师当下就神奇地 康复了 经此一世 大师深感 身世道气 决心先求 长生不老之术 修成之后 再来弘扬佛法 听闻南朝高人陶弘景 隐居于江南茅山之中 大师不远千里 前去造访 两人相谈圣欢 陶隐士 赠予大师 仙经诗卷 回到北朝后 大师四处寻找明山 准备修仙 行至洛阳 遇到印度来的三藏法师 菩提刘之 对道树先方 嗤之以鼻 然后 授予大师一部 往生论 大师猛然醒悟 于是烧掉仙经 一心 向佛 往生论 是印度天津菩萨的重要论述 净土三经一论中的论 即是此 大师反复研读之后 申明其中真意 并为其作著 即往生论著 这是中国本土第一部 系统阐释净土法门的著作 被誉为 净土宗第一奇数 后来 大师在山西一带 广讲净土法门 劝导门下弟子 称念 弥陀明号 往生西方净土 不久之后 这里就成了当时净土教的中心 远近各处前来求法者 落意不绝 也有世俗君子 不解大师意趣 常来责问 大师回答说 我是凡夫 智慧前短 必须细心一触 怎能漫无目的 完全没有归相呢 海达比喻说 就好像喂牛的人 每次都会把草料 放在固定的位置 这样 牛就会心心念念 都在那里 在众人眼中 大师是神卵 而大师却自认为凡夫 罪业深重 在大师看来 虽然众生都有佛性 但被无名烦恼覆盖 现在仍是凡夫 所以大师选择了净土法门 因为这是佛为凡夫 所说的法门 可以不断烦恼 就获得涅槃 也有人疑问说 凡夫累生累世以来 造下了很多的罪业 为何单单 只凭一句佛号 就能出离三界 往生净土呢 大师达比喻说 就像一间小黑屋 千年以来 都处于黑暗的状态 难道因此 当阳光有一天 照进来的时候 就不能驱走黑暗了吗 这句佛号本身 就具有破除众生 无名罪业的功能 和凡夫众生 罪业多少 时节长短 没有关系 所以 凡夫往生净土的原理 大师解释为 完全借助他力 即阿弥陀佛的 大愿业力 对此 大师又比喻说 就好像一个 手无腹肌之力的人 虽然连毛驴都跨不上去 但如果跟从转轮圣王 就可以乘着轮保 畅游天下 因此大师在讲法时 经常劝勉大众 要信靠佛力 升起决定往生的信心 千万不要自举其分 一天夜晚 龙树菩萨化作圣僧 从空中而来 告知大师受尘以尽 于是 大师沐浴更衣 连夜召集僧俗弟子三百余人 为大众做了最后开示 随后大众齐声念佛 大师于日出初始 往生净土 春秋六时期 在场大众都看见空中 满是花盖床帆 听见有音乐 从西方而来 瘫鸾大师 是净土宗历史上 极其重要的一位祖师 首次将净土法门 带到了平民百姓 凡夫俗死的生活中 大师承许了印度龙树 天亲两位菩萨的净土思想 提出了凡夫往生 他立本愿 称名如实修行 不断烦恼得涅槃等观点 为之后善导大师 建立净土宗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生日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